2016年3月Deepmind研發的AlphaGo圍棋AI 以四勝一敗擊敗的理事值 正式立下AI在圍棋領域超越人類的里程碑 這在AI的發展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AlphaGo這個AI中用到非常重要的一個演算法 就是Monticolor Tree Search 除了圍棋之外 Monticolor Tree Search也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遊戲上 像是西洋棋、匠棋、德州復刻甚至是轉珠 Monticolor Tree Search的原理並沒有很複雜 但是應用在很多遊戲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那今天的影片中我就會用一個簡單的範例來解釋 Monticolor Tree Search演算法到底是如何運作的 也會帶大家了解一下 Monticolor Tree Search跟其他的演算法比較的優缺點 那最後再簡單講一下 AlphaGo是如何把Machine Learning跟Monticolor Tree Search 做結合 研發出如此厲害的危機AI的 Monticolor Tree Search會使用一個Tree來記錄搜尋的結果 那麼它更新這個Tree的方法 就是模擬遊戲 就像人類在下棋或是玩一些遊戲的時候 都會在腦中模擬對手會怎麼下一樣 厲害的人甚至會想到10步20步之後的發展 Monticolor Tree Search也是很類似的原理 它會先模擬進行幾次遊戲 然後把遊戲的結果 記錄在一個Tree裡面 然後再根據最後的這個模擬的結果 來選擇最好的動作 開始模擬之前我先說明一下 Monticolor Tree Search 會用哪些步驟 然後它是怎麼對Tree進行更新的 大家一開始看到可能會覺得非常的抽象 很難理解 這是很正常的 但是後面看了範例就會非常的清楚 所以不用擔心 現在你只需要 大概知道有這些步驟就好了 Monticolor Tree Search 總共分為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 Select 顧名思義就是要選擇 要對Tree上面的哪一個Node 來進行更新 那在Select的時候 只會選擇Leave Node 也就是還沒有Children的Node 第二個步驟就是 Expand或是Rollout Expand指的是對某一個Node 往下再產生新的Children 而Rollout指的就是 以目前的狀態開始 模擬進行一場遊戲 一直到結束的意思 那什麼時候要進行Expand 什麼時候要進行Rollout 如果目前 現在這個Node是全新的 我們就會進行Rollout 如果這個Node 是已經被更新過的 就會進行Expand 最後第三個步驟就是 意思就是 把Node的更新一直往上傳 一直達到Root為止 直接這樣講這三個步驟聽起來可能很抽象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會進行幾次 Multicolor Tree Search的模擬 大家就會更清楚了 後面如果忘記這些名詞的意思 可以再跳回來看 現在我們有一個Node 上面記錄了Wi跟Ni的值 Wi代表的就是我們贏了機場 這邊假設我是黑子 所以Wi就是記錄黑子贏了機場 而Ni就是目前總共進行了幾次遊戲的意思 因為現在我們還沒有進行了任何的模擬 所以Wi跟Ni都會是0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行第1個步驟 Select 選擇一個沒有Children的Node 因為Root現在還沒有任何Children 所以當然我就只能Select Root 接下來就要進行第2步 也就是Rollout或Expand 因為Root是一個全新的Node 根據前面說的規則 我們在這邊本來要進行的是Rollout 但是因為Root代表的只是開局狀態 白子跟黑子都還沒有下過 所以我們在這邊進行Rollout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們就直接進行Expand 在一個19x19的棋盤上 總共會有361個位置可以下 所以Expand之後我們就會產生361個Children 不過這邊的範例為了簡單起見 我們就假設我們只有兩個位置可以選 在Expand之後 黑色的這個Node就不再是LeaveNode 因為下面已經有Children 所以我們就要繼續往下進行Select 尋找沒有Children的Node 那現在我們有兩個Children 我們要怎麼決定我們要選哪一邊呢 這時候就會使用一個叫做 Upper Confidence Mount的東西 去算我們要走哪一邊 看到這個公司你可能會覺得很複雜或是很困惑 其實這個概念是非常簡單的 我在後面就會詳細解釋這個公司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就會很清楚 那這邊大家只要把它當成一個公司來看就好 這個公司裡面的Wi就跟剛剛說的Wi一樣 是目前這個Node贏的次數 而Ni則是目前這個Node進行總共的模擬次數 而大寫的Ni就是現在這個Node的Parent模擬次數 也就是上面那顆Node模擬次數 那C就是一個可以自己調整的常數 這邊我們就用最常用的值 根號2 好那我們現在看左邊這個Child 因為我們還沒有進行模擬過 所以當然也還沒有剩一個次數 所以Wi就是0 那大寫Ni也是0 而左邊這顆白色的Node Parent就是上面這顆黑色的Node 現在它的Wi跟Ni也是0 因為Ni是0 0在分母是沒有辦法計算的 所以我們就當成UCB的結果 就是無限大 那同樣右邊因為分母也是0 所以也一樣是無限大 因為兩邊的UCB算出來都是無限大 所以我就照順序 先Select左邊這一顆 那現在這一顆Node 已經是LeaveNode 它沒有任何Children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進行第二個步驟 Expand或是Rollout 那因為這顆Node是全新的Node 我就進行Rollout 也就是白棋隨機下一個位置 黑棋也隨機下一個位置 一直下到遊戲結束為止 那假設這次下到最後是黑棋贏了 所以我就更新這一顆Node的值 因為贏了一場 Wi就是更新成1 Ni也是更新成1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行第三個步驟 Bap propagate 把結構往上傳 所以一樣這個黑色的Node Wi跟Ni都會變成1 到這邊我們就完成了第一次更新了 要對Tree進行幾次更新是你可以自己設定的 但更新越多次 你最後模擬的結果就會越準確 實際使用時我們通常都會跑個幾千幾萬次 甚至是更多 不過這邊範例我就示範 進行4次更新 讓大家來熟悉這個流程就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進行第2次更新吧 我們一樣從第1步的Select開始做 跟前面一樣我們要計算兩個Children的UCB 那左邊這個Child的UCB是1 而右邊的Child因為沒有更新過 所以UCB就是無限大 那這也是右邊的UCB比較大 所以我們就走右邊 接下來我們進行第2個步驟 Expand或是Rollout 因為這個Children是新的 還沒有進行更新過 所以我們就進行Rollout 一樣是從現在這個狀態開始隨機下 一直到結束為止 那我們假設這次到最後黑棋輸了 因為黑棋輸了所以我的Wi就不會增加 但是Ni會加1 那接下來就是第3個步驟 BackPropagate 我們把黑色的Node Ni也加1 大家應該更新的越來越順 到這邊第2次更新就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就進行第3次的更新 一樣是用UCB的公式 算出左邊是2.177 而右邊的UCB是1.177 所以在這邊我們就要Select左邊 到這邊我們已經到達LeaveNode 所以就要進行Expand或是Rollout的步驟 因為這個Node已經被更新過了 所以在這邊我們就進行Expand 一樣我們有兩個位置可以下 所以就新增兩個Children 新增之後呢 因為左邊白色的Node變成不是LeaveNode 所以我們就要繼續往下進行Select 因為兩個Children都沒有被更新過 所以UCB一樣都是無限大 所以我們就一樣是照順序先選左邊這一邊 現在我們已經找到了LeaveNode 所以就進入第二個步驟 Expand或是Rollout 因為這個是新的Node 所以我們就要進行Rollout 跟前面一樣 隨機下到遊戲結束為止 那這次假設黑子輸了 所以我們就要把NI更新成1 而Wi則不動 接下來就進行第3個步驟 Backpropagation 往上把剛剛Node parent的NI也加1 再繼續往上把root的NI也加1 到這邊第3次更新就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就進行最後一次的更新 第一步一樣是要做Select 我們先計算左邊的UCB 計算出來是1.548 右邊則是1.482 因為左邊的UCB比較大 我們就Select左邊的Child 因為還沒有達到LeaveNode 我們就要繼續往下Select 要注意的是因為這一手是白子下 所以我們計算UCB的時候 Wi要使用的是白子銀的次數 而不是黑子銀的次數 那我們在Node上面記錄的值都是黑子銀的次數 所以需要換算一下 只要用NI-Wi就可以算出白子銀的次數 所以在這邊計算UCB的Wi會是1 計算出來左邊的UCB是2.177 而右邊的UCB則是無限大 因為右邊的UCB比較大 所以我們就Select右邊 到這邊我們又已經到達LeaveNode 所以就可以進行第二步 Rollout或是Expand 因為這是一個新的Node 所以這邊我們是要進行Rollout Rollout之後 假設是黑子銀的 所以我們就把Wi跟NI都各加1 最後一樣是要進行BackProper Geek 更新上面的Parent 再繼續往上BackProper Geek 更新最上面的Root OK我們已經跑完4次模擬 接下來就可以用剛剛模擬的結果 來選擇我實際要下哪一個位置 根據剛剛模擬的結果 如果下左邊的位置勝率會是2 3 下右邊的話勝率是0 所以最後我們就會選擇下左邊這個位置 4次模擬 作為4次模擬大家應該都蠻清楚 Multicolor Tree Search的原理跟流程 接下來我們就回頭來看一下 一直用到的UCB這個公式 UCB的式子可以分為左邊跟右邊兩邊看 我們先從左邊開始看 其實這一項就是勝率的次數 除以總共模擬的次數 所以就是勝率的意思 也就是說如果一個Node的勝率越高 那它的UCB也就會越高 換個說法就是如果這一手的勝率很高 那我就會每次模擬的時候都想繼續下這一手 來更深入了解 後面會怎麼發展 朝這個方向我去做更多次的模擬 來讓勝率的數值更加的準確 接下來我們來看右邊這一項 可以看到NI是在分母 而大寫NI則是在分子 也就是說我在模擬的時候 走過這一條路越多次 小NI相對於大NI就會越大 也就會導致UCB相對變小 換句話說就是這條路我走越多次 我就越不想再走這條路 因為我想探索其他條路 會不會有更好的一手 是我還沒有發現的 選擇目前已知最好策略的行為 我們稱為Exploitation 而不選擇目前已知最好的策略 而選擇探索其他選擇的行為 我們稱之為Exploration Exploitation跟Exploration之間需要很好的平衡 如果我們只做Exploitation 忽略了Exploration 也就是我們永遠選擇目前所知勝率最高的路徑 那可能就會存在更好的一手 但是我們永遠沒有去探索 就沒有辦法發現 但是如果我們只做Exploration 那棋盤上共有361個位置 我都用平均的機率去探索的話 這樣會導致我浪費非常多時間在探索勝率很低的路線 Tree整體的深度就沒辦法到很深 結果也會不準確 所以UCB這一條公式 其實就是在做Exploitation跟Exploration之間的平衡 如果大家有興趣多了解這部分 推薦大家可以看這部影片 它解說得非常詳細 那麼AlphaGo是如何把Multicolor Tree Search跟Deep Learning結合的呢? AlphaGo其實在做Search的時候 結合使用了兩個Neural Network 在剛剛用的基礎的Multicolor Tree Search 我們在做Selection的時候 是單純以UCB這個公式去計算 去往下選擇我們要Explore哪一個Child 而AlphaGo又加入了一個Policy Network 你只要位給這個Policy Network 目前棋盤上的狀態 它就可以預測下一個落點的機率 所以搭配這個Policy Network 我們在Select的時候 就可以更準確的選擇下一步 而AlphaGo還有另外一個Network 也就是所謂的Value Network 只要輸入目前棋盤狀態到這個Network 它就可以預測你獲勝的機率 原本Multicolor Tree Search 是使用隨機遊戲的方式去做Rollout 而AlphaGo就是使用這個Value Network 去取代Rollout這個步驟 如此一來就可以讓預測勝率的結果更加的準確 看過上面的範例之後 大家應該也有抓到一個感覺 就是Multicolor Tree Search的特性 就是它會聰明的選擇勝率比較高的分支 然後去進行Exploration 來減少你花很多時間在探索勝率不高的分支的時間 所以跟DFS這種每種分支我都去探索的演算法相比 它就可以花費相對少很多的運算資源 也達到不錯的效果 尤其是在圍棋這種每一部都有200個以上位置可以下的遊戲 使用Multicolor Tree Search的效果就非常的顯著 不過節省了探索時間 也就代表Multicolor Tree Search 並沒有辦法保證可以找到最佳節 在AlphaGo跟第40的比賽中 輸掉的那場就是很好的例子 Multicolor Tree Search可能會選 表面上勝率看起來很高的一個分支 但其實如果敵人有看出你的破綻 這條路就會導向敗北 所以雖然Multicolor Tree Search 很多時候效果是不錯的 但從前它只是用模擬的方式去估算 不一定會找出最佳節 就在叫做Multicolor Perfect Games 遊戲中 Multicolor Tree Search的結果 最後才會converge到minimax的結果 也就是真正的最佳節 那與Multicolor Tree Search 這種比較算是 Approximation的方法對比 使用DFS或是minimax 只要算得完你就是實質意義上把這個遊戲給解開了 也就是說遊戲開始之前 你就已經確定黑子會贏還是白子會贏 當然這是在玩家知道最佳策略的前提上 總之你只要有足夠的運算資源 就可以解出每種遊戲真正的最佳解法 不過像是圍棋這種組合有 10的360次方種 比宇宙中的原子數量還多 所以基本上你是不可能解開的 所以還是得使用像是Multicolor Tree Search這種方法去做Search 這次的影片主題跟之前還蠻不一樣的 其實我會做這支影片 是因為我在寫一個轉租的AI 那裡面就有使用到Multicolor Tree Search 未來我也會拍成一部影片來分享 到時候我在那支影片中就可以說 如果還不了解Multicolor Tree Search的話 可以去看我上一支影片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拜拜